今年即将过去狗年马上就要来到跟狗最有关系的运动当然是非棒球莫属了 2017CHOPS球员卡分享 2017年迈入尾声对在2017赛季打出生涯年或优质数据的大联盟球员来说 这是值得纪念回味的一年 却也有一些整年受伤并困扰或成绩衰退的选手 恨不得2017今年赶快结束迫不及待的迎接2018九年的到来 希望新的一年能有别开生面的新气象 笔者则认为最希望尽快挥别2017年的 莫过于那些实际能力和技巧并无明显下滑 却因为运气不佳和其他各种原因导致账面数据不尽理想的球员 这些选手他们没有遭逢足以威胁球牙的伤势 也没有偷懒不努力 过去这一年同样很认真的训练 日复一日上场比赛 而且场上实际表现不如账面数据反应的差 但偏偏在大众媒体和一般球迷经常关注的数据项目上 呈现出难看数字 只能无奈被贴上表现平庸打击大退化陷入低潮等标签 什么热狗不算狗没办法我们只好请出真狗了 此外还特别去请教全台湾最用生命爱狗的棒球主播 他告诉了我们明年最可能会狗运亨通的球员 绝对值得你在Fantasy Game中第一指名 2017 Stadium Club球员卡分享 笔者在此与各位读者分享三名实际发挥不差 数据却刚到忙的大联盟打者 他们应该都期盼衰运传身 窃区颠簸的2017年能赶快成为过去世 展望2018赛季的全新开端 重新建立信心与身价 这些球员也都很有机会 在下个赛季打出大反弹的成绩 迪亚兹 ENDDX 克里夫兰 印第安人三雷手 2017数据 179打西打击率 263进攻指数 零分之679全雷打 不要以为迪亚兹就是个普通的防守用工具人 事实上他的打击实力更强于守备 只是挥绑方式还未能适应大联盟环 净而且运气太差 2017 Jobs Update Chrome球员卡 分享 很多人应该都是第一次看到这个名字 但来自古巴的迪亚兹 其实是印第安人目前表定的先发三雷手 拥有出色挥棒速度和成熟选球能力的迪亚兹 被视为是印第安人日后的主力三雷手 但他2017年在大联盟出色提升的账面数据并不理想 累积将近180个打西却连一只全雷打都挤不出来 长打率完全不及格 就算良好的选球功夫让迪亚兹得上累率 326不至于太差 而且他在小联盟本就并非以高全雷打产量著称 但在大联盟现今全雷打满天飞的年代 飞腿歌行的球员出赛 毕竟50场人挥不出全雷打 实在说不过去 许多人因此认为迪亚兹度过了一个颇失败的赛季 值得注意的是迪亚兹下个赛季 或许只要在挥棒上做些许维调 将棘球仰角向上抬升 就可大幅改善全雷打难产的问题 从大联盟的棘球出速资料来看 迪亚兹平均91 5英里的棘球出速 排名高居2017赛季 全联盟第七跟全雷打亡史丹顿 Giaklos Danton的平均棘球出速91 9英里相距不远 代表迪亚兹具备顶级的挥棒速度和力道 而且经常能把球打得扎实 这点是骗不了人的 不过在此同时 迪亚兹却也是2017年大联盟滚地球率第二高的打者 比例高达59% 联盟平均的滚地球率为44% 2% 因此即便他能把球打得强劲 但大部分的结果都是相较之下难行成长打或野手容易处理的滚地球 所以才导致迪亚兹的长打数字相当平庸 下个赛季大家可以仔细观察迪亚兹的表现 如果他改进挥棒轨迹 提升击球阳脚打击成绩应该就能有非常显著的跃进 并且成为印第安人打线中的注意 而非雷坠 卡布雷拉 迪博克布雷拉 迪特绿老虎一雷手 2017数据 529打西打击率 249进攻指数 72 16分之8全雷打 在挑战生涯3000安与500轰的道路上 前三冠王卡布雷拉开始有些亮亮呛呛 他今年的成绩跟过往相比实在是衰退的太凶 2017 Jobs Update 球员卡 分享 资深明星强打卡布雷拉今年遭遇生涯最大低潮 几乎所有账面低打击数据都创下生涯新低 背后的一大原因是他过去这一年几乎都带伤上阵 导致面对变化球时的发挥不理想 不过其实只要卡布雷拉有打到球 击球表现都相当不错 这也显示他本身的技术和力量人在 只是很多打得强劲的球往往会因球运不加形成出局 致使赵面成绩受到险 这影响 如何评判卡布雷拉2017年的账面数据是运气不佳造成的结果 大联盟近年透过新式雷达追踪系统Statcast所搜集的资料设计出的全新数据预期加全上雷指数 Expected WOBA或X WOBA就可提供评判依据和组证 X WOBA是根据击球出速及阳脚所算出的预期加全上雷指数值 可显示球员打出的球应该要有什么样的产出 至于加全上雷指数 WOBA Weighted on Face Average则是棒球数据圈 经常引用的打击数据简单来说就是上雷率ODP的进阶板给予场打加全 因此能更精准反映选手的进攻效率 如果一名球员的X WOBA比实际的WOBA还要高 即代表他的击球表现比实际数据显示来得好 举例来说 假如敲出很多颗打的扎实 出速飞快的平飞球却有很高比例 因为运气或方向问题直接落入野手手套造成出局 那么此时X WOBA的数字就会比实际的WOBA大 卡布雷拉正是2017年大联盟X WOBA跟WOBA之间落差最大的球员 为378名至少累计150打数的球员中落差数值最大者 他今年的X WOBA位 382实际的WOBA却位 322联盟平均的WOBA位 321等于照理来说 应该打得比联盟平均水准好很多的卡布雷拉 罩面数据只跟一般打者差不多 由于卡布雷拉近年因体重增加和伤病偏多的关系 手背跟袍雷已经退化到令人感到难堪的境界 单靠打击提供价值的他又不被幸运女神眷顾的结果 就是连账面打击数据都大幅衰退 被许多专家评为贡献度全联盟最差的球员之一 所以从卡布雷拉的X WOBA数据来看 2018年他打击成绩回升的几率很大 如果能进一步从困扰他许久的大部分伤势中复原 或许还可以提供相当顶尖的进攻产出 毕竟现年34岁的他年龄还不到真的非常老迈的状态 仍有值得乐观的空间 莫兰Mitch Molland波士顿红瓦一雷手 2017数据576打西打击率 246进攻指数 22分之769全雷打 莫兰生涯班级全雷打23支有两次 22支也有两次 想要进化成真正大炮 似乎只唱临门一脚 2017Jobs Stadium Club球员卡 分享 莫兰是另外一个XWOVA 371B10DWOVA 335高出许多的选手 036的落差排名全联盟第五 可见他的打击表现并没有账面上显示的那么平庸 2016年12月 莫兰跟红瓦签下一年短约 递捕上红瓦一类的空缺 另一方面也被期待要多少弥补老爹 OTZ David Otis 退休后的火力缺口 莫兰过去本来就不是传统的强大一类手 而是以手备著称 虽然曾在几个年度 2010 2012 2015 打出很不错的账面数据 但大多时间的打击表现并没有让人留下太多印象 当然红瓦管理阶层当初并没有期待莫兰能打出接近OTZ的成绩 怀抱不切实际的预期 但他们合理推估31岁左右的莫兰应该还有能耐打出高于联盟平均水准的火力贡献 所以才愿意奉上一年550万美金的低风险合约赌一把 结果莫兰2017年的账面成绩还是落在联盟平均水准之下 即便比起2016确实有所进步 他2016年的进攻指数性720 仍没有达到红瓦心目中的理想目标 虽说如此 本球赛季红瓦在自由市场上有非常多重炮一类手工选择的情况下 如何斯默、Eric Hosmer、杜达、Lucas Duda、莫里森、Logan Morrison等人 最终仍有点令人意外的决定迁回莫兰 而且寄出条件更好的两年1300万美金付数年合约 笔者相信红瓦之所以这么做 并非只看重莫兰的防守能力 而是也相当看好他的打击未来能有突破性的发展 至少根据莫兰2017年的极球品质资料 他确实还有复制2015年优质攻击火力 当年进攻指数为812的能耐 其今年拼拥的账面打击数据所代表的意义或许不大 红瓦迷可以期待莫兰下个赛季的进攻产出能有所提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